如果比較貴的牙刷 它的毛可能韌性比較好 三個月也許還不會變形 可是細菌量都是一樣的 我好愛你這個問題 你知道我每次站在那個 開架在什麼 我看那個牙刷 我就想為什麼有的 這麼多種 沒有 一支39也有 有的100多 然後你知道有一天我覺得說 我一定要對我的牙齒好一點 你知道嗎 我就去買了一支100多的 然後現在就變得有一個問題 有時候39塊的 反而很軟 你覺得你的牙齒、牙齦 不小心就劃到 都覺得牙齦都覺得OK 可是100多的好硬 很痛 所以我不曉得該選硬的 還是軟的那個刷毛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都會強調 就是刷毛要軟 因為我們的牙齒雖然很硬 其實牙齒比骨頭還要硬 但是刷毛跟骨頭 刷毛跟牙齒的關係 就很像滴水穿石 有時候刷久了 牙齒會很誇張 有一些凹洞 像這樣子的凹洞 這是因為刷牙刷不當刷出來 這不是蛀牙 這都是刷凹的 它會刷成牙周病嗎 它會刷出各式各樣奇怪的問題 如果再嚴重了 就會變成這樣子 真的啊 動越來越大 這是刷出來的 這都是刷出來的 我以為是那個牙齦萎縮 牙齦萎縮是結果 刷掉 是什麼樣叫大力 通常刷毛呢 刷毛拿起來看的時候 我們放在手背上刷 有一點癢癢的 像我現在這樣刷 刷毛都沒有變形喔 像這樣子的力道就夠了 很輕耶 還不能這麼刷下去喔 就這麼... 就刷不到啊 不要壓 就是所以次數要多 就是在原地這樣一直這樣 而且就像我這樣做這個 很小幅度的運動 如果我們看模型 一次只能刷兩顆喔 就這樣子 好像趕時間 一次要早上起床的時候 小朋友要上課 我們要上班啦 來不及耶 刷...OK 所以我們的牙刷 其實要刷兩分鐘 而且刷這麼弱 很多人會覺得說沒有刷 根本沒有快感 對 那是快感的結果 到最後有一些很誇張的個案 甚至會斷掉 真的嗎 對 這是刷到斷掉 對 像這樣子 慢慢的 這個洞好大 這是蛀牙吧 不是 這不是蛀牙喔 是刷到斷掉 那要刷多久 它會變這樣子喔 通常會搭配這樣子的人 都牙齦本身還有牙周病 它露出來的這一節比較細 也比較軟 已經牙齒都尾出了 但是我們的台灣人 大概9成5 9成7 都有不等程度的牙周病 只要承認 是 所以大概四五十歲的話 所以如果它還不是這麼嚴重 還是屬於初期的這種狀況的話 它只要改變刷牙的方式 就不會變成這樣子了對不對 對 這個完全是滴水船石 製造出來的 是因為有牙周病的關係 所以牙齒特別脆弱 然後加上這樣用力刷 雙重的原因嘛 可以這樣說 如果有牙周病的人 這一節就是牙根 牙根比較軟 是 所以鋸一鋸就會鋸出洞 然後斷掉 像我們之前就碰到一個 壯年喔 它是建築工人 平常看起來身體非常的強壯 可是它有滿嘴的爛牙 都是牙周病 然後爛得很厲害 它就覺得說 它每天都有刷牙 可是後來 有一次它就發生很嚴重的問題 它就是那個造成感染 然後牙周病的細菌 會跑到心臟去 後來它就是這樣子 因為感染全身 那個全身的疾病 一個禮拜就過世了 對 所以不要小看口腔的情節的問題 好 所以妳的 跟妳老公 跟妳兒子的 誰的是開花最嚴重的 老公的 他大概用的壓力那個太大力了 所以都已經開花了 好 那給我們鏡頭拍一下 看一下 這樣算開花嚴重嗎 律師 這樣還不算很嚴重 這樣其實很嚴重喔 這樣已經很嚴重了 可是其實我們國內很多男性 都會刷成這樣子 他覺得這樣不算嚴重啊 他覺得這樣子還可以用啊 對 尤其是很多那個男性 壯年男性 刷牙非常快又用力的 大概可能一週或一個月 就會變成這樣 他說他那個還不到三個月啊 所以如果一週 是習慣的關係 如果一週已經刷成這樣子的話 那絕對是力道太大 對 還是要把它換掉 媽 這樣子用的比率太高了吧 那給兒子的咧 還好嗎 兒子的也是有一點點這樣子 兒子的 其實這個也算是爆炸了 對 這樣也算爆炸就要換掉了 對 就是算是那個 因為它的毛比較軟 軟毛特別會爆 可是軟毛才能保護牙齒 那像這樣的軟毛可以用多久 因為越軟了 它其實根本刷不了多久 很多大概就一個多月 不用到三個月就要換了 其實這一支喔 在我們的意見中 這一支的刷毛有點太密了 太密也不行喔 太密也不好嗎 太密了 反而它很多細節會進不去 那除了這個太密了 你看像我這個 它有的還強調它有上下 凹凸有致 凹凸有致 它有那個弧度的 上上下下的 那是相形之下 哪個比較好 這樣子 像這種有凹凸的 現在強調很多特殊的花樣 那其實我們... 例如說教科書上公布的 就是平的就可以了 平的 平的就行了 對 其實平的就可以了 而且是這一支 其實這一支非常標準 就是所謂的三排六數 三排六數 頭這麼小 三排六數 這是我帶來的 我覺得最不標準的 結果醫生說最標準 這支是最標準的 三排六數 尤其這一支很適合台灣的女性 真的喔 真的 妳剛剛那個凹凸不敏那支我買過 我嘴巴塞不進去耶 真的喔 真的 太大支了 沒有...它詞句我覺得有點困難 可是這個不是小朋友用的嗎 對啊 這是像...我要講一個 其實大家都可能會誤會的一個原則 像大家可以手洗乾淨之後 伸進去自己的最後一顆 要摸得到 對 摸摸看會發現那裡其實很... 空間非常非常的窄 最後一顆 有的時候手指頭 甚至摸不到最後一顆 所以如果你的牙刷還這麼大的話 就絕對會刷不到 根本刷不到 所以通常我們台灣人 都是最後一顆 很容易會蛀牙或是牙肘 非常的嚴重 就最後一顆 所以像很多台灣女性 臉通常都比較小 選這一種 然後再來就是它比較矮 比較短 它比較矮 抓毛比較短 對 它比較矮 根本平的就好了 其實平的效果就很好 那當然這種凹凸有製的也可以 可是重點是要小 那還有很多波浪型的咧 波浪型也可以 可是一定要小 就是要這麼小 要矮一點 或者是女生 我建議其實就直接用小朋友的就好了 這個是小型的 兒童似的 它頭就很小 毛也很小 這樣子是最適合的 可是那要刷很久吧 就是要刷很久 就是要兩分鐘 如果你覺得你這邊很鬆 這個臉 因為有的人的臉頰跟牙齒的關係 這個空間的確是滿大的 那你可以用我一個人的牙刷 我一個人的 對 要是你摸不到的話 或是你覺得摸進去都很勉強 你就要用小孩子的 但你想一個大男人 又一個小孩子的牙刷 多快 他們不能接受 而且你看那個小的 這麼一點點 那牙膏不就擠這麼一點點 怎麼夠刷 可是牙膏是輔助的 所以不用牙膏去刷牙也OK嗎 清潔上是OK 那因為現在牙膏 都有很多添加成分 像是佛 或是一些美白成分 那如果沒有用牙膏 可能佛的補充會比較少 那請問兩分鐘要怎麼刷呢 因為我們大概30秒就刷完了 那兩分鐘是要怎麼個刷法呢 像我就叫我小朋友 那個是繞圈圈刷法 刷... 這樣妳這樣是要從 上面往下 往下 往下 刷20下 刷牙有很多方法 但很多人會喜歡左邊 然後換前面 然後就換右邊 對 一次一整排 像這樣子就很容易牙齒就像 就像線鋸在鋸木頭一樣 那很快啊 左邊 前面 後面 裡面 前面 後面